今天想和大家讲一下 在日本的机场check-in的时候会用到的会话 通常买到check-in counter的时候 地勤人员会跟你这样讲 叫你给passport和机票去看 虽然现在很多时候就这样看passport都OK 地勤人员用到的 地勤人员又会叫你把行李放到书送带上面 荷物の方をこちらに乗せていただけますか? 荷物の方 就是说行李个方便 乗せていただけますか? 动词原形是乗せる 就是说放上上面 你当乗せてください的专敬语这样用 如果直译的话 就是说我可不可以得到你帮我 放上书送带上面呢? 地勤人员出了登机证之后会跟你这样讲 这个就是你的登机证了 こちらがお客様の登机证之后 地勤人员用了こちら 代替了これ 是比较礼貌的讲法 通常地勤人员会讲迈登机集口是多少号 お客様の登場ゲートは5番になります お客様の登場ゲートは5番になります 登場ゲート 就是登机集口了 最后的になります 你都可以当desk 理解 亦都是比较礼貌的讲法 通常同一个时间 地勤人员都会告诉你 在几点之前要去到登机集口 8時までに登場ゲートにお越しください 8時までに登場ゲートにお越しください までに表示一个限期 在几点之前 お越しください 就是说请你到那里 专敬语的用法 来我们的网站 www.todaymai.com 还可以找到很多免费学日文的资源 皆さん 東大前のYouTubeチャンネルも 登録してくださいね